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故发生在日本栗木县纳虚温泉区的滑雪场 当时有48名来自7所高中的师生 正在进行登山训练 血奔导致多人被买或被困 当局在接到报案之后立即展开了救援行动 其中7名学生及一名教师在获救时 心肺已经处于停止状态 在顺往医院之后被证实死亡 另外有40多人受伤 发生事故的滑雪场所在的山区 从当天凌晨开始降雪 到早上9点时 积雪厚度已达到33厘米 气象部门也已在事发前 发出了大雪及雪崩的预警 警方表示 消防在恶劣天气的情况下 仍然进行训练活动 警方将以业务过失 自人死伤的协议对此展开调查 在欧洲的俄罗斯 26号星期天 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民众 参加了在全国多个地区 同时举行的反腐集会 并呼吁总理梅德·维杰夫辞职 目前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各地 已经有至少500多名示威者被捕 此次抗议活动可能是俄罗斯 2011-2012年大规模示威活动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 俄罗斯全国有多个地区 数万民众同时响应 其中莫斯科集会规模接近8000人 大批示威者在普希金广场集结 抗议政府贪腐并高呼要求总统 普京下台的口号 当局已经拘捕了超过1000人 其中包括示威活动的发起人 反对党领袖Alexis纳瓦尔尼 预期纳瓦尔尼稍后会被当局起诉 欧盟要求俄方尽快释放被捕的示威者 欧盟外长发表声明 指责拘捕行为违反了表达以及集会的自由 美国国务院也对俄罗斯当局的 拘禁俄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和平示威者的做法 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唐纳表示 拘禁和平示威者 人权观察人士和新闻记者 是对核心民主价值的一个侮辱 而除了莫斯科 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 远东城市海森 新西伯利亚等地民众也举行了抗议活动 据报道 这些地方也都有人被捕 在亚洲 南韩检方27号上午表示 检方已决定针对刚被弹劾下台的 南韩前总统蒲警惠 提请法院签发逮捕令 蒲警惠因此也将成为 既前总统卢泰宇 全斗换之后 又一名被检方提请逮捕的 南韩前总统 根据南韩 韩联社27号的报道 朴警惠被检方指控的罪名 多达13项 包括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 泄密罪等 虽然他仍然坚持 否认所有的指控 但检方认为 本案情节严重 朴警惠罪名落成立 被判处重刑 以再所难免 因此决定提请逮捕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一旦发出逮捕证 控方要在20日内 调查和落案起诉 此前 朴警惠因总统身份 享有刑事豁免权 但如今 她的身份为自然人 已无法逃避调查 检方在声明中指出 朴警惠所设罪名之多 在总统犯罪史上 前所未有 如所判罪名成立 朴警惠将面临 极其严重的刑罚 另外 南韩总统大选计划 于5月9号举行 而正式的竞选活动 将于4月17号开始 检方希望能够尽早 公布办案日程 以避免影响选情 将焦点转向香港 当地时间26号 香港举行了 第五届行政长官的选举 结果2号候选人 林郑月娥 以压倒性的 777票当选 成为第五届 香港特首 也是香港历史上的 第一位女性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今年60岁 主级浙江宁波 1980年 在香港大学 取得社会学 学士学位后 便加入了香港政府 2000年8月起 她先后担任 社会福利署长 发展局长 政务司长等职 并在今年1月16号 正式宣布 参选行政长官 按照法律 香港特首选举 有1200名选委 以无计名投票 选举产生 得票过半数者当选 而北京属一的 林郑月娥 此次以777票的 得票数当选 而排在第二位的 曾俊华 仅获得了365票 而就在此前一天 就有大批的反对民众 在会场外的 中环黄场示威 林郑月娥 在当选后表示 她的首要工作 是修补撕裂 会用具体的工作 及扎实的政绩 答谢支持者 并将不论派别 用人为才 竭尽所能坚守 一国两制 及香港核心价值 林郑月娥 将于今年7月1号上任 任期为5年 再来关心本地消息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于3月26号 在Palo Alto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学术比赛 吸引了大批学生 和家长前往参加 今年的学术比赛 是在Palo Alto的 JLS Middle School举行 总共吸引了 39所会员学校报名 555位学生 报名参赛 加上老师和工作人员 总共将近有800人 共同参与 比赛包括 国语粤语演讲 书法 绘画 等多个组别 参加比赛的学生 也都各师所长 表现精彩出色 比赛的颁奖典礼 于当天下午举行 驻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 处长马忠林 南湾华侨文教中心 主任吴玉华 以及多位学区的委员 和侨界的领袖 都清零现场 为学生加油鼓励 最后比赛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圆满落幕 在体育消息方面 NCAA全国锦标赛 在经历了多轮激烈拼比之后 全国四强最终出炉 东区第七种子南卡罗莱纳 西区第一种子 中西区第三种子 和南区第一种子 北卡罗莱纳 分别脱颖而出 进军半决赛 来看今天又是体育的 综合报道 四强中的南卡罗莱纳 和Gonzaga两队 都是第一次打进四强 Gonzaga的大三后卫 Nagel Williams-Gas 在四强赛中表现亮眼 而南卡罗莱纳 今年闯进四强 则改写了对时的最佳战绩 大三后卫 Sendiros-Serville 表现稳定 已经连续四场得分 都超过20分 而在Oregon和 北卡罗莱纳的对决中 北卡罗莱纳 连续两年打入四强 去年他们也收获了亚军 实力不容小觑 而Oregon则在八强赛中 翻倒了中西区第一种子 Kansas 是继1939年 夺得冠军之后 再度闯进四强 最后的冠军争斗战 将在下周 在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大学体育馆内 几行 在直连NBA方面 26号上演巅峰对词 火箭的詹姆斯·哈登 和雷霆的 Russell Westenbrook 两大年度MVP对决 虽然哈登 销训一筹 拿到22分 12助攻的双十成绩 不如Russell的39分 13助攻 11篮板的大三元 但火箭 仍然凭借着团队的实力 中场以137比125 击败了雷霆 拿下了四连胜 在美式足球NFL 奥克兰雷达斯的股东 今天早上 以31票赞成 一票反对的绝对优势 通过决议 决定将Ridus的主场 移试到Los Vegas 这也是Ridus史上 第二次离开奥克兰 上一次是在35年前 移试到洛杉矶 Ridus的计划 将在2019年 将主场转至位于Los Vegas的 耗资19亿美元 能容纳6万5千人的 大型体育馆 希望这一举动 能够为Ridus的发展 带来新的突破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